大家好,我是宣運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兩大宜運 先講講港股情況 港股表現反反覆覆 高開之後曾經跌過 跌到26,700點也守不到 穿過少許 不過其後又倒升 最後全日都有少許進帳 升60點 收睇16,786點 成交一般,752億 扣除這批股上版更加少 700億都沒有 成交一般 今天市場早段跌過 剛才提及,主要與股份批股有關 華潤之地的批股,令股份跌至7.9%,8% 加上中移動又回軟 電信股、聯通更加跌得較多 拖的市場下跌了 連日倒升少許 說回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整個形勢 剛才提及過 穿過26,700點少許 高位去過26,800點 波幅不算很大 百多點,成交又不大 扣除批股上版,700億都沒有 其實波幅細成交少,啟示性不太大 要留意兩件事 首先,外圍的情況比較好 外圍包括美股以至內地的情況 都是好一點 為何美股會好一點 一來主要與美國業績期有關係 因為美國業績期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至上週五,超過14%的S&P500股份 公佈了業績 其中有八成一的公司業績是勝預期 當然,之前大家都覺得預期不高 預期第三季表現不太好 所以只要稍微好一點的表現 都是勝過市場預期 正正因此,大家對第三季的預期調色 之前預期第三季 美股會倒退3.2% 現在經過這輪業績公佈後 大家預期會倒退2.9% 即是好一點 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不少股份都抽升 其中蘋果抽升得比較厲害 去到240元之上 創歷史新高 蘋果電路情況非常亮麗 支持美股保持比較好的走勢 見到美股走勢 保持著在一百天線之上 並未出現明顯回軟的態勢 這就是比較好一點 加上特朗普也就著中美貿談判 說這些好消息出來 他們放風說中方正在購物 即是購物產品 而且中方方面有信號顯示 中國覺得整個談判 即是落實之前談判的進展是良好的 即是說到有信心 在接下來在智利舉行的會議 能夠跟習近平簽署貿易協議 當然這只是一部份的貿易協議 總之說整個中美貿易談判 氣氛是不錯的 在這情況之下 市場的避險情緒 都明顯降溫即將 可以反映兩方面看到 第一方面見到美匯指數 最近就一直下跌 之前逼近一百點之後 一直下跌 不覺不覺在上星期已跌穿一百天線 即美元回軟 美元回軟的避險情緒回落 最新都在98之下 換言之美元的走勢顯示 市場的風險為立 就上升了一點 加上債息也有類似的情況 之前很強勢的時候 顯示大家很害怕風險 所以湧入美國債券 現在看到不斷撞放 明顯已經升穿了五十天線一輪 現在挑戰一百天線 無論如何 比低位就好很多 我意思是避險情緒 因為債息就抽上去 去到1.78 換言之 美股方面的情況是不錯的 與此同時看回內地的情況 先看看上陣指數 上星期是一般的 連跌四天 但今個星期是不錯的 重大兩天 尤其是昨天 看到穿一穿 一百天線之後 就找到支持 出現一個隨頭的走勢 今天再升多一點 換言之 一百天線初步有承接力 顯示內地股市 比上星期的狀況改善了 為何改善了 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內地央行 接人行的注資有關 今天有消息傳出 注資2500億人 金額是5月以來最嚴重 為何突然一轉多錢 就是因為交稅期近 內地銀行資金有點緊張 所以要大幅注資 這是原因 但效果應該對股市的氣氛有幫助 所以上陣指數以內地的情況 都是OK的 因為上星期經日數據一般 但經過這兩天走勢 好像暫時擺脫了上星期 經日數據表現一般的情況 雖然美國以至內地的情況都挺好 外圍方面挺好 但香港方面是一般的 香港仍然受制於一百天線 為何會這樣呢 可能與點題四個字有關 兩大疑雲 第一個疑雲就是剛才提過 就是批股 華潤置地批股 批股之後 令大家擔心 是否內地的企業 特別是內房股 會否趁這個勢 批股集資 壯大自己的財政實力 因為初步看華潤置地 不是很迫切 要集資 但他都集資 換言之 是否趁股價升得不錯 不如批股集資 來補充自己的 或者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財政實力 這是市場的擔心 或者市場的疑魂 所以今天內房股普遍偏遠 華潤置地跌得比較多 這是疑魂所在 會否升得比較好的中資股 會陸陸續續有抽水 壞批股、集資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才提及過 今天跌得比較多的股份 就是電信股 特別是中移動 都出現下跌幅 原因是中移動業績 一般地出現盈利倒退 其他部分出業 盈利倒退的股份 業績都是一般的 其中 李寧賺得沒有預期那麼多 增長沒有預期那麼多 亦都出現了比較大的跌幅 3%的跌幅 換言之 市場的移運 內地企業的業績 是否會一般 之前大家預期 今年下半年會改善 出現內地的改善 發出營利的拐點 這次的拐點 這次的拐點是向上 估計拐上去 但是會不會 拐點會不會不出現 所以另一個移運 限制著恆生指數 特別是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是跌的 恆生要升的時候會跌的 換言之 壓力就在這裡 大家留意著 國企指數會不會失手 100天線 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以至恆生指數能否突破100天線 這是另一個關鍵 大家留意恆生指數和國企指數的 100天線的情況 時間關係 今晚的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